大家好,我是Coco 关注两性情感 阅读前请您动动手指 点点订阅 您的支持是我更新的动力 两性交往 女人喜欢做这三件事情 基本上是一个烂情的女人 大家都知道 有那么一种人 总是不定性 不知道什么是喜欢,什么是爱 更不知道坚守自己的一个感情 这样的人我们总是说 她们烂情 她们之中有的人真的就是 见一个爱一个的 有一些则是绝口不提爱情 每一个人对于感情 都有自己的一个处理方式 有些是不懂爱 伤人而不自知 有些则是不爱 故意而为之 那么什么样的女人 我们总说她烂情呢 第一点就是 所要各种奢侈品 不管你的经济状况是怎么样的 真正爱你的人呢 是会为你考虑的 你的经济能力 你的另一半 一定是有所了解 所以即使是要礼物 也是会在你一个承受范围之内 不会给你一个压力 而烂情的女人 根本就不会在意你的一个感受 因为他们呢 不是非你不可 所以会像你所要各种 说食品 如果你满足它 它可能会对你好一阵子 但是呢 要知道 它就是一个无底洞 你终究会满足不了它的 它也终将会呢 离开你 第二点就是对你 招之 寄来 挥之 举气 不考虑你的一个情绪啊 爱你的人一定是喜欢和你待在一起的 但是同时他也会理解你的工作 不会强求你陪伴他 可是烂情的女人不会 需要你的时候 你就必须在不需要你的时候啊 你呼吸都是错的 所以一旦你没有在他需要的时候出现 他就会换下一个目标了 毕竟他要的不是一个爱他的人 而是一个爱他 爱到没有尊严的人 所以对你一定是招之 寄来挥之举气 第三点就是你必须是对他好的 无条件的服务于他 一个爱你的人啊 是不会计较得失 他爱你多一点呢 你爱他少一点 他都是不会介意的 反而会更加的爱你 让你更加的爱他 而烂情的女人不会这样了 即使他真的是爱你的 也不会让这一份爱啊 超出你对他的爱 烂情的女人习惯处于一个主导地位 你呢必须呢是对他好的 也是必须对他要服从于他 所以他就像天后或者是女王一样 他要的可能是无数个爱吧 没有一个人天生是烂情的 每一个情窦初开的时候呢 喜欢一个人都是注入了自己的一个真情的 但是可能是由于受伤 可能由于自己的一个虚荣心啊 有些女人就变得烂情了 虽然说还是远离烂情的人为好啊 但是我们还是相信 每一个人都会有那么一个对的人 让你心甘情愿的收心 作为一个专一的人 你同意这个看法吗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聊到这里 如果你对本期的话题有任何好的意见 期待你的留言分享 同时喜欢我们节目的 记得帮忙点击订阅点赞 加收藏转发